赵丽 走起 欢迎两位 来 我们到台中来 欢迎欢迎两位 今天我们也说过了一个新名词 蝶偶 不应该也是第一次听到吧 对 我们刚从现场赶过来 刚听到这个蝶偶 蝶偶 蝶战剧现在就是大家看 观众的智商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蝶战戏的 这个要求 剧本 包括我们演员演绎的时候 智商也要再更高一层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知道了演员卡丝之后 也会很关心这个剧情内容 路易 赵丽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包括你们自己饰演的角色 好不好 丽 我在军中饰演演者 她是一个不加千金 可能是从一个叛逆少女 对于特工这个职业 有一个拒绝排斥到接受成长 还有蜕变的这个过程 我们知道演特工都是成分很深 也是很稳重 她也这样一个角色 做过什么特别的工作 因为这样你的性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清晨美少女要再等女特工 所以说跟角色产生的不明 可能就是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可能对于这个特工的一个认知 然后到最后说可以说把爆发出那种爱国的这个情怀 是相通的 跟烟纸的经历是一样的 与特工的基本眼神大概是什么样的 你看线上很多都举着手机 能不能给大家先提前感受一下 就是一个我说的烟纸太太过于这个炫酷狂霸准 我可能更想说尽量少少去接近烟纸在生活当中 因为烟纸太太那个太强暗了 那李也给我们一份神秘感 当时2016年我们看烟纸的时候看看刘赵丽颖所事业的女同工就一定是谁 好 我们请露宇来介绍一下您的角色 我在烟纸里面扮演的是周宇浩 算是他的导师吧 不是导师 是一位 明明你走上人生珍贵的 对 就这么一个人物 那有诗生念吗 有 对 戏里面呢 他教会了我爱情 我教会了他各种防身的技能 那么这么一位导师最后的人生总相 在剧情里人是怎么体现的呢 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吧 相信大家都说三重见铁嘛 我演就是三重见铁 三重见铁其实呢 很不好做人啊 你糊弄完这边要糊弄那边 就是先打入国民党 然后又打入到日本的特高课 然后呢 偏偏日本人偏偏国民党 然后把真情相互付给了 给了胭脂 哦 角色呢很分裂 但是真情绝不分裂 说到胭脂呢 最近也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大电影了 极限挑战的一个拍摄 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 在这个电影拍摄过程当中 是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 对 比较有趣 因为有时候分不清是在拍戏 还是在真正秀 你最喜欢这六人坊当中的哪一个 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你知不知道 哪个最坏坏的 刚才路易悄悄说了一句 刚才说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好人 别相信他们 他们有过非常统一的动作 这就是命 你有知道吗 我知道 哪一样的 你真的要让我再这样去做 没有问题 这就是命 这跟刚才暴龙所演示的好像完整不太一样 更小鸟一人多了吧 那路易我们都知道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从小和我们一样都看着上海的电视节目长大的 对对对对 所以自己的去登幕东方卫视是不是有种特殊的感情 嗯 很亲切 多过像我那个在青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长大也在东方卫视热播 我觉得 可能自己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对于家乡的媒体 包括家乡的电视台能播自己的去 能够 特别有一种容易的 问题是像我妈妈那些人 跟平时的妈妈的邻居啊 同事说 你看我儿子的戏就在我们上海开播 我们上海这个东方卫视播 最终清洁感会悠然而生 预测一下收视吧 大概 第一啊 哦 好 领行201116年 能够做到第一的迭偶居 加油 一定要加油 那我们请命 今天是广告招商会 台下作者呢 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金主罗 他刚才预测了收视 你来预测一下大概的收入吧 我们东方卫视 你们这样一共胭脂大概的收成是怎样 几位数 就是 几位数 越多 我们能分到吗 这也可以跟总监谈一谈 今天是个好机会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亿 还敢 再加一个十亿 就你说的这些 亿 好的 都七八十万 对 那今天呢 我们很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现场 真的是非常希望 2016年的 编织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收是第一 收成第一 好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迪欧 谢谢两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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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